聖誕節我要工作 就是好多人問我說 聖誕節要幹嘛 我想說看一下 出外景 我們就要出外景 對 我們要出外景 怎麼會這樣呢 你的感觸是夢想嗎 努力中 其實算是一個比較 活在當下型的 對 所以你有可能 有可能刪婚之類的嗎 有可能 是在拍攝的前一兩天會 因為我本身算是 只要重要的工作前一天 我都是水腫型的 就是前一天吃很多 對 就會看起來 就只要前一天稍微控制 隔天就會還 狀態會還蠻好的 像我這個時候拍 就只有41公斤而已 41公斤 對 就是稍微結實一下這樣 不會緊張欸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玩的景點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夜蘭城的氛圍 然後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度過 又可以有這麼強大的卡司 一起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期待 這兩天 對 他跟Sandy就是搭檔 然後有一個名威 然後跟子余 對 你覺得跟誰的默契 可能會比較希望加油 比較希望加油 或者是你覺得 那邊比較好 因為我 其實跟 阿衛哥跟子余 還有Sandy 也蠻算是蠻 蠻長一起工作的 對 所以其實也不太擔心 說會有什麼問題 覺得就 就是放開玩 聖誕節我要工作 就是好多人問我說 聖誕節要幹嘛 我想說 欸看一下 出外景 我們要出外景 對我們要出外景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妳想現在感情是 後方嗎 就是 嗯 哈哈哈哈 努力中 努力中 對 妳是有想要急著 交 我嗎 對啊 我不會耶 不會 對啊 你不會因為 就是可能 欸 公共三十歲到拉 就有一個 不會耶 就是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就是要求自己 要怎麼做 我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活在當下型的 對 所以妳有很有可能 刪婚之類的嗎 有可能 哈哈哈哈 比較衝動 也不是衝動 都是會進化 但是是屬於 就是 嗯 比 怎麼講 就是我比較不會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妳有一個 感覺派 對 那妳現在的折偶 表現有 不一樣的 折偶 怎麼我折偶 沒有耶 我真的還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 就是哪一類型 哪一種比較型的 那種 發現自己 我 我好像一直都有說過 就是我比較偏向 感覺跟 一見中情形的 就是感覺對了 我就 就是 對啊 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好像 欸 妳一定要怎樣 妳一定要怎樣 妳不要怎樣 就是認識過程中 慢慢 慢慢加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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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